而他这个画面的乌极两端 高高扬起来的 我们叫痴吻 他又会让人想起 宋真宗 他晚上做梦 梦见有神人跟他说 要将天书给他 然后他就摘戒沐浴 后来果然到这一天 天书来了 他是在北宋皇宫的 左承天门 左承天门的 南侧的那个痴尾上 就是我们这幅 这幅锐鹤图上 能够看得到的 类似的这个位置 左承天门的市委上面 挂了一个 极尺长的一个黄色的 一个布条 看起来其实觉得 蛮慎得慌的 但是宋真宗没有觉得慎得慌 带了一群大臣太监 喜滋滋的 跑到左承天门底下 然后派了太监爬上去 拿下来 做着皇上给他添书了 去嘉许他 赞美他这些年智礼的功劳 所以宋代是一个 神性尤存的时代 宋真宗他还会追求 这样一个神性 对他的军权正统性的赋予 宋真宗为什么这么追求神性 因为宋朝不太能打 是吧 此前的缠冤之盟 我们知道 此前辽国曾经打过北宋 开始北宋刚建国去打辽国 是吧 没有打过 没有把失去的国土 抢回来 辽国再来打北宋 情况很危急 打到今天的河南浦阳了 宋真宗想撤 是吧 一个大臣是四川人 说咱们迁都 迁到四川成都 一个大臣是江南人 说咱们迁都 迁到南京 宋真宗就去往扣准 扣准你是陕西人 你会不会说我们迁都到陕西 扣准说不行 咱们要打 结果宋真宗 御驾清真 把这个仗打赢了 打赢了之后本来很高兴 结果奸臣来了 说您这是臣下之盟 在臣下定了和平的盟约 这个不光彩 而且您以万圣之尊 古代把皇上叫成万圣之尊 万圣之尊 来做这个孤注一掷的豪赌 万一赌输了吗 您皇上就被人俘虏了 这个就算胜利了 也不值得高兴 所以他心头有阴影 这么一个文质特别苍圣 武力却不太厉害的王朝 他带着这样的阴影 带着这样的一点点自卑 他需要这点神性来加持他 所以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先是编了一个梦 就在这样的一个屋角上 挂上一个长布 说是天书给他了 说是我们国家可以传很多事 可以传很多年 这样的一个建筑的痴尾 也会寄托着这个王朝的 一些很神奇的故事